他是千古一帝,命名两种中药却少有人知,后一种现在人们谈之色变。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8年1月28日,公元649年7月10日,唐朝第二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、战略家、军事家、诗人开创的唐真关盛世,被称为千古一帝, 但他命名了两种重要的视觉,少有人知请输入图片描述一种是秦王事件草传说,随朝末年随阳地荒淫雾,渡民不聊生天下大乱,山西太原堂王李渊皆干而起。 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带领兵马所向披靡,一日他另部队在西山寺前小气,忽见西山寺上洞中住了一个千年古园,那古园,看出李世民乃真命天子就写。 上一口宝剑秦王接过宝剑,一看果然十分锋利,忽然秦王不小心割伤了,手掀血直流,秦王随手丢了宝剑,恰好丢在大古园的脚上,也割了一道口子。 古园不慌不忙在寺庙墙脚下扯了一把野草,用双手揉了揉住在伤口上血就止。 住了秦王也仿效古元的做法,果然灵验后来秦王在东征西讨了战场上,就是靠这种草药治好了士兵的伤口将士们,为了感谢秦王的恩义德,将这种草药命名为,秦王是剑草,又因为草药的叶尔,向陆提一称,陆提草,请输入图片描述还有一种。 因作者腾武的元年三月李世民,为了统一中国马不停息的,又去攻打西秦区,举不幸在战场负伤,被当地一位老人所救老人,将一把比米还小的东西放在锅里炒熟了地给秦王说,请将军服用此地无可知伤痛。 秦王依然扶下一觉醒来,伤口果然不痛,并已结痂,后来李世民当了皇帝,率众赶去深山面谢老人。 当他来到当年养伤的草屋时,只见门上挂了一把锁还贴一手顺口溜,黎民英素子,英素子黎民怨君,永不忘江山牢游啊,李世民对草屋深深地拘了一躬,时隔不久朝廷传下圣誉封英素子为玉米。 后来,人们又把它的壳胶玉米壳本草纲木,尚在因其壮如箭头中有细米布幼称,米囊子,英素子为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植物。